创意理财近在运通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今天台北股市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今天跌89点 成交894亿 台北股市今天出现了一个变化 为什么 因为因为各位看一下 因为肺半 肺半重挫4.23% 当出现这一根中长黑 我再讲一次 当时候出现这一根 包括当时候的稻穹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稻穹 当时候在节目上我就说 多头的趋势的架构 多头的趋势架构 缺这一根 缺这一根当时候的稻穹 那我也说当时候的NASDA 也是缺这一根 为什么 因为多头的架构啊 多头架构没有改变啊 这是一个多头上升的一个结构当中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 出现这一个 这一个 比较恐慌性的 比较出现恐慌性的 那各位今天也看到NASDA也好 包括什么 包括肺磅也好 我还是要告诉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这一根 这一根长长的中长黑 它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长多了啊 创17年来的新高啊 那不能修正一下吗 长多了啊 长多不能修正吗 当然是可以修正的啊 我一直强调多头的架构 多头的架构就是缓长极叠 这四个字你永远要记下来 在多头上升的结构当中 它会慢慢的长 什么叫慢慢的长 我们来看一下 都会慢慢的长 慢慢的长 长得很慢 长得很慢 但是跌 它会跌得很快 急跌 那急跌的时候 你要去寻找 我问各位 如果后面把它遮起来 你会不会怕 会啊 当然会怕啊 五日线 实线都破了啊 可是一段时间过 创新高 没有出现这一根 黑棒的时候 你会不会怕 你当然不会怕 那你出现的时候 你又会担心 你又会害怕 就成如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 今天是往下 向下的一个跳空缺口 五日线 实日线 同时都破了 这一条是月线 那我多一条线好了 多一条季线 那你看一下 这是季线 目前季线 目前季线的位置在哪边 在这边 季线扣底的位置在这边 目前季线扣底的位置在这边 也就是说 它这个顺向性 就算明天后天 它假设 假设有跌破月线 没有跌破月线 都不是重点 因为趋势是向上的 非常的明显 那我们在节目上 跟你强调就是说 假设你要看台北股市 我当时我给看的是这张字卡 我来看一下 当时我拿了四个万点 你有没有印象 我说这四个万点 这四个万点 我对应下来的融资的余额 早期八十几年的时候 这个融资四千多亿 三千多亿 两千多亿 这是我近期最近的一次 在六月二号六月三号 我说融资只剩一千四百一十五亿 各位你知道吗 从六月初到现在 六月初到现在 融资才增加了十亿 融资才增加十亿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改一下 给各位看 这融资 融资才增加了十亿 你仔细看 融资也不过增加了十亿 那没有人进场 同学 如果把它改成月线的话 它其实是什么 是安全的 让你看一下 它是安全的 它是安全的 就这么简单 那虽然间谍八十九点 我们没有感觉 你好像不相信 间谍八十九点 今天谍八十九点 今天谍八十九点 谍八十九点 各位有感觉吗 各位一定会有感觉 有感觉吗 涨停板 五二三 五二三的三十块 四毛到今天 五十一块二 六十八八 你有看过这张字卡吧 五二三 有没有 五二三 预约全新的 最新的 我还是要先从冰台开始讲起 冰台 如果你最近还在 你还在问我老师 我的冰台 老师 我看别的老师节目在买的 老师 我有冰台怎么办 你有冰台不是要打屁股的问题 不是打屁股 我上次就跟你讲说你还在买冰台 我真的要打你的屁股 你有没有听过我讲这句话 如果你今天还在问我说老师我还有冰台 我不是要打你屁股啊 不是要踹你屁股啊 我要狠狠地踹你一下 你怎么讲不听啊 你怎么讲不听啊 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 我说我跟你站在同一边 你有没有印象 我把这些 我把线型把它删掉给你看 我当时有怎么讲的 我当时有没有跟你说 我说如果你买在这两天 十九块的 那我也比了这个手势给你看 我说接下来接下来 因为这两天大家很恐慌 非常恐慌 那我会有没有说 接下来我跟你站在同一边 他上来 他上来是让你什么 让你出的 那你不要想说他会从这边 创新高 大事不是傻人所想的 我当时就讲这句很难听的话 大事不是傻人所想的 你骗骗骗骗 这不是要打你屁股耶 真的要踹你屁股耶 真的是要踹你屁股耶 十九块那时候 那我说没有关系 那你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个也有十七块半附近耶 同学 你又不相信 老师怎么办 所以同志朋友常犯这种毛病 我是低档去介绍的 你们就是有这种问题 低档去介绍 你不相信 不相信 拉回跟你讲 好像是真的 好像是真的 上去 真的还假的 老师 我先买买看 老师 我们老师也说 我可以买 我老师叫我赶快买 赶快追 那接下来呢 老师你没准啦 我买你的冰台没准啦 各位是不是这样子 我在低档区 常常低档区 第一天第二天介绍的 你都没幸福 你没幸福 那你后面买到套到 你就通通要怪我 老师都厉害 都厉害 那我说不 我但是都有说了 我刚才没说 我刚才没跟你说 我说几次了 我说几次了 我说几天了 我说这都出来了 我五二三都 我没有跟你讲说这一天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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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是五二三 五二三 这一天 我节目上已经跟你讲说 我说这个 这个叫全新全新 最新的 最新的 因为什么 我们的冰台八十五% 你不要买 你来买新的 待一支 我告诉你 说买这支 这个跟今天跌八十几点有影响吗 是不是五二三 这天是不是对对对 是不是五二三 是不是 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的冰台 冰台这 有没有 我有跟你讲 我有跟你讲八十五% 八十五% 八十五% 到一个段落 这一天 这一天就给你预告 你买这个 买这个 买这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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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 最新的 就这一支 这一支叫什么 六月的辣妹 带一支 今天跌八十九点 今天跌八十九点 跟我有什么关系 同学 你如果是相信余老师的 你有受伤吗 你没有受伤啊 但是你只要受伤 就是什么 都是我 都是我 我怪英文不贪钱 难道啊 难道你永远不会赚到钱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不相信 你永远不相信 我说过这都有字卡 来 再复习一遍 我每天给你看的资料 我都有准备 而且我今天要再给你 再三的 给你看一个资料 我当时有讲什么 我当时有跟你讲这个 这有字卡 同学有这个 有字卡 有预告 我是全市场第一个跟你讲 六月十四号登台 全中华民国 五月二十三号 有拿出这张字卡 而且讲棒辣椒的 当时候的棒辣椒 一百六十块 但是我后面也是全市场 现在能够证明 我是全市场第一个 我有没有拿这张字卡 给各位看 我说它持有 我说我要买的这档股票 我们家要买的这档股票 我预告的这档股票 我要买的这档股票 它持有什么 它持有棒辣椒 几张 几块 我是唯一拿得出证据的 那今天为什么辣椒会涨停板 为什么今天的辣椒会涨停板 因为今天你就开始看到什么 看到它要处分棒辣椒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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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处分之前 我有没有现在节目上 跟你拿这张字卡 跟你讲说 它持有几张 持有的成本 有没有讲 那我没跟你说 你看到四月份 那四月份它没有赚钱 我就跟你讲 它六月十四号登台 你在最近 你不管在你家看电视节目 你家遥控器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广告 天堂二革命 六月十四号即将登台 你自己摸良心讲 你最近在看你家的电视机的节目 你有没有吓得一身冷汗 奇怪 这好像余老师都有讲过这样 天堂二 五月二十三号就开始讲了 五月二十三号就开始讲了 我在节目上讲的东西好多好多 可是各位不相信 我有没有跟你讲说 这是我第一个 我第一个在节目当中强调的 那我有没有在暗示你 我有没有暗示你 我说其实在相对高 我都还跟你讲说 这个拉上来拉上来拉上来 两百八两百八两百八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两百八这个位置 你可以去买什么 我说你不要追棒辣椒 我一百六十块给你讲的 你不相信 你两百八你可以去买什么 买这个 谁赚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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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留意哦 辣椒已经开始处分棒辣椒 那你还要买棒辣椒吗 辣椒都在处分棒辣椒 你现在还在买棒辣椒 你这样会赚钱 你这样会赚钱吗 同学 你要找一个值得你信赖的人 值得你信赖的人 好吗 可以吗 可不可以找一个值得你信赖的这个人 可不可以找一个 我知道你看很多节目 你每天看一堆节目有什么用啊 你每天看一堆的节目有什么用 你就看我的节目就够了 你相信我就对了 这上礼拜 上礼拜 看一下 上礼拜的五十六% 今天跳到六十八 今天跳到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请问这个位置怎么看 我今天问你一次 请问这个位置怎么看 掌停板这个位置 这边怎么看 这边怎么看 我再问你一次 请问这边你会做什么动作 我在暗示你了 这个掌停板你要做什么动作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八 三十九 到三十九我都还在讲耶 三十九我都还拿字卡跟你说 同学 同学 我问题是有字卡的耶 来来来来 到三十九 到三十九 请你留意 到三十九 六月一号 三十九 我都还拿抗讯给你看 六月一号 三十九 就是买 问你会不会创新高 当时候没有创新高 没有创新高 三十九块 你根本什么 连看都不看啊 看都不看 真的还假的 这没有赚钱的公司 没有赚钱的公司 我问你会不会创新高 那结果 上去 好像真的 我问你接下来 那接下来会不会预告 补量会怎样 补量就怎样 补量就工掌停板了 这是礼拜五啊 那今天呢 今天就这个 今天就这个 没有什么 今天就六十八而已 六十八 那是不是一档就可以翻身 一档就可以翻身 为什么你不来 你看那么多节目有用吗 没效啊 每天都讲不一样的 不是这样子吗 那你说今天大盘跌 今天大盘跌八十九点 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呢 就算我节目上给你推荐过的股票 就算我在节目上给你推荐过的股票 今天跌八十九点 甘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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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母海德利 你有影响吗 跌八十九点 收平盘 这也没错啊 收还收最高 那没给你收开 那这呢 这没给你预告 这有给你预告吗 神盾 当时说的 是不是这叫你不要杀低 你有影响吗 我说二九九 二九九杀到这边 你有相信我说的 今天跌八十九点 干我什么事啊 跌八十九点 我有给你说神盾吗 有给你说神盾吗 最近 最近很多投资朋友 叫我做一件事情 他说老师我发现 老师你在推荐那个 不要杀 不要杀 你不要杀的股票 最少都两成 不然就有二十块 老师你之前讲维新不要杀 老师你那时候讲维新 而且你讲到最低点 全中华民国 只有我讲到这个位置 如果不然我随着你 你去看这一天的节目 这一天是几月几号 这一天是四月二十七号 四月二十七号 我没有在节目上 明哲讲公开讲说九十块 九十块跌下来的不要杀 不要杀 可以吗 不要杀 不要杀 可以吗 我是明哲讲没有遮排 我没有遮排 这样几% 这样二十几%吧 有吧 有吧 那后来跟你讲哪一字 哪一字 要不要跟你讲这个 不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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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没有 有说吗 有说这支吗 你有印象吗 我在这一天 也是这一天 五月十六号 五月十六号没有讲我随便你 我说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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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在骂 每个都在骂 现金光多烂多烂多烂 只有余老师兄假薄 我说不要杀 已经四个停牌 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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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杀的 最起码会补这个缺口 有没有补这个缺口 有没有补这个缺口 有吧 补完之后跟你讲哪一档 是不是跟你讲这个 是不是跟你讲神盾 有跟你讲神盾吗 有跟你讲吗 没有跟你讲随便利 我跟你讲什么 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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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杀 299还要杀 那是不是讲完 这档是第三次 第四次跟你讲哪一档 是不是跟你讲同志 有贏不贏 我又没说我老爷爷 我随着你 我跟你讲 我用595跌下来的 595跌下来 595 诶 不好意思 595跌下 哦 595跌下来 我有没有在节目上直接讲 直接讲说还要杀吗 还要杀吗 还要杀吗 那这跟间谍89点 有什么关系 连续四次我都完全命中 啊我是文气好的 我说不要杀的哦 我说不要杀的这系列 只有讲四档哦 而且那个在预告的当下 那个K线都很难看 很难看 很难看 这怎么会好看 我问你 这哪会好看 你不要这么讲说 啊那这个就是买点 我听你呢 这个位置你遮起来 你觉得好看吗 有跟你相爱吗 待会第二阶段回来 余老师要再度预告 第五档股票 不要杀低的股票 你在他台你永远看不到的 没有人敢预告的啦 没有人敢预告的啦 可是你偏偏就喜欢找 找没有预告 然后先排就是那一支涨停 不然就连续什么都是他的 你来找我啦 这是我们今天的股票 我快速讲一下哦 你要来找我哦 今天这 这个还不错 这个叫做 今天这个还不错 你自己看哦 这月线哦 月线哦 股本财五亿哦 全球第三大 这是月线 越来越高 它每年的基期越来越高 大陆最夯 共享经济 财产涨停板 买在第一顺位 这是抠讯 差一档 财产停 那还有这档股票 之前我有预告过这档股票吧 这档股票你应该知道吧 富贵者联盟 这个叫什么 贵盟 有没有 我这边介绍 后来涨20块 那有没有类似这种股票 有 随时会发动 我准备好 熊安概念股 你猜得到吗 熊安概念股 你猜得到吗 来 在手订单 30亿 它的股本财 10亿出头 我说要随时会发射 融资创新低 融资创新低 去年大概赚4块钱 去年大概赚4块钱 今年最少赚5到6块钱 我股票帮你准备好了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就对了 人生有很多选择 再看一下 人生有很多选择 相信于老师 你今天电话拨通 我才能够改变你 你要电话要打 你电话不打 我永远 我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你在哪边 你要打电话 你打电话进来 我才能够帮你 那待会第二阶段回来 明着讲 公开预告第五档股票 不要杀低的股票 有兴趣 中场先休息一下 当然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做父母的 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 小朋友的健康 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 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嗜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 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娶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来 一样每天 每天都希望小资组 你可以来找我 50万到100万 不是金额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买到 标股的问题 不到一个月 85%冰台 68%辣椒 可以买我也跟你讲可以买 那叫你不要追 冰台19块 我都跟你讲 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你就是不相信 你就是不相信 相信我讲的 你跟我做啦 你不要去猜啊 你要真的要翻身 你要翻身 你一定只能够买重股票啦 你要翻身 你要翻身 你不买小型标股 那你怎么翻身 你怎么翻身 我问各位 买一档 一个月 我都没有给你加起来 我不像其他老师 跟你这样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 150% 150% 而且时间分秒不差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我是这一天 介绍冰台 那在523 你会不会发现 那个时间刚刚好 刚刚好 有没有 这边介绍 这边就开始讲 不要追 不要追 连续讲两天 不要追 后来我跟你讲说 买新的就是辣椒 你会不会觉得很神奇 你会不会觉得很神奇 今天掌停板呢 掌停板要干嘛 追哦 继续追吗 还要追吗 还要追吗 6月14号即将登台 今天是6月12号 当你们家的电视机遥控器 转开来都在 都在讲即将登台 即将登台 那你在5月23号 5月23号你知道的话 那不是一件非常幸福 非常开心的事情吗 能讲的我都讲了 棒辣椒我也跟你讲了 他持有棒辣椒 我为什么拿这个 持有章数 我已经在暗示你说 他即将要处分嘛 处分他潜在的利益嘛 那你今天看到的新闻 处分他最好几块钱 有6到7块 我是多久前跟你讲的 你不相信啊 你今天一定要掌停板 你才会相信啊 我们有新的标的新的股票 对我先来预告 不然到时候又忘记 我曾经介绍了 四档不要杀的股票 没有一档漏气的哦 没有一档漏气的哦 还要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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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多块 两百多块跌下来的股票 还要再杀吗 放那里面你看 还要再杀吗 这位置谁敢讲啊 今天是6月12号哦 你记住今天的日期哦 6月12号绝对没有人在讲这支股票 我给你保证 没人说这支股票 未来的几天你就慢慢看 看他怎么走 我只问你各位 这哪里来的 这哪里来的 你好好研究一下 你好好研究一下 这才叫分析师啊 你也不要要求 你也不要要求太多 明的讲的 我没有遮牌啦 不然我要怎么办 老师这基本面 这基本面 那这基本面好不好 你回到 那最近这最标啊 这基本面好不好 基本面好不好 这事成了呢 同学 事成了呢 事情不是各位想象的 很多东西跟你想的 你如果照你想的方式去操作 你永远赚不到钱 那我们已经开始进行新的 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最新的 我当时有介绍富贵者联盟 那边一项 我说我当时在买这张股票 你不相信 涨上去20块 你相信了 那有没有类似才刚刚突破平台 第一个位置 差一档展停板 全球第三档 它是大陆最夯共享经济 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 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 还有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我帮你猜到猜不到 你猜到你就尽量猜好 我帮你猜到还猜不到 这个叫熊安概念股 熊安概念股 它随时会发射 那我还是希望你这么做 你来找余老师 你来找余老师 你相信我 你跟我操作 请你勇敢拿起你的电话 股票我都帮你找好了 请你勇敢的拿起你的电话就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精彩运通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2365-9333 02-2365-9333 你不要骗 你不要骗 其实爱在你的心中 别让它沉默 爱人存在多少眼中 就连着多少痛 你是故障 重情有余之后会刹到自我 这个世界太可怕了